大家好,下离拜的活动介绍 第一个星期一中午12点开始 中国神即将开放极限升华 而极限升华所需要的材料是对应种族的盐块 也将为此开放额外的入手方式 首先挑战任务 同步下离拜一中午开始 开放挑战指定关卡 完成关卡可获得首次通关奖励 就能用于将卡片极限升华 除此之外 除了关卡 如果还需要更多的种族盐块 也可以考虑购买盐块道具礼包 每种种族礼包贩售价格港币38块 可获得该种族的盐块20个 那盐块有缺的玩家 这个礼包也可以参考看看 再来礼拜一还有一个工会活动 那这次工会活动 所挑战的角色使这一张绵绵 那除了工会活动之外 当然了 在活动最后两天半的时间 乱录角色的出现几率也将会有所提升 可以更容易的获得更高分的工会活动分数 然后再来礼拜一还有一个是全新轮回任务 玩家们挑战关卡可以获得这一张西门庆这张角色 然后除了这张角色之外 该这次的轮回也有场景敌记 每回合结束的时候会将CD10的成员CD技能重置 算蛮棘手的一个场景敌记要注意就是了 然后再来除了新的轮回之外 其实我们现在期间 每两个礼拜也将复刻就有的轮回之组卡片 那在下一周开始3月11号到4月07号 登场的角色是 无师见识浩月这张卡片 然后除了复刻轮回之外 龙克有玩模式在3月11号到3月24号期间 将开放任务分数挑战 无神遗迹中的大型活动可找到龙克有玩模式 而在活动期间达到对应的龙克分数 将可以获得额外的游戏虚报奖励 然后关卡的部分还有最后两个 第一个全新双周 下礼拜又有新的双周要登场 那挑战的就是这张卡片 然后除了这个新双周这张卡片之外 下礼拜一也会有一个复刻的双周任务 那如果还没有挑战的玩家们 也可以挑战看看 然后再来礼拜一 再来日常 每天登陆魔法石 在下礼拜一到礼拜五登陆都会有一颗 那一共可以获得五颗 然后体力满满 在下礼拜也有两个时段 在这两个时段分别首次使用魔法石回复体力 将可以获得体力药水一个 那两个时段的话 总共就可以最多获得两个 然后再来就是礼拜二的部分 礼拜二会有一个复刻的地狱集 挑战的是这张卡片 曹批 然后除了礼拜二之外 再来来到礼拜五也有一个复刻的地狱集 挑战的是这张 纯日签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了 礼拜六会有一个自胜的全员 在下礼拜六到礼拜天期间登陆的话 可以获得体力回复记忆之 那记得这是有时间限制的 好那么下周的活动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想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通知 记得订阅神龙之塔国王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部再见咯 拜拜